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李逵 就是那个逵守的逵了 汉代经常有同音专家 这个是古汉语常见的事 李逵在印章中又叫做李维 还有什么李继九 李继尊 李三老等等 其中有一个叫做李卫 什么叫卫呢 卫在秦汉时代是管军事的官 因此这个李卫有人解释说 就是那个民兵队长 就是那个李里头管治安的 说这个钥匙 李的门的钥匙 就是藏在李卫手里 然后自履有私 以时开闭 说这个有人管这个事情 按时打开 按时关上 履有私官出入者 早上打开门 大家出去 晚上大家进来 有人看 看了以后就 以服于李卫 看了以后就向李卫报告 说今天你看出去了多少人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还是有些人没有出去 是吧 这要报告 然后晚上回来了 又要报告 说你看 今天回来了多少人 全部都回来了 没有逃掉了 是吧 或者说今天逃掉了两个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出去了二十个 只回来了十八个 是吧 每天要 要向李卫报告 凡 出入 不识 衣服 不忠 圈属 习裙 不顺于常者 屡有事见之 服无时 如果他看到 迟到早退的 是吧 所谓的出入 不识 衣服 不忠的 穿着那个衣服 很不 很不礼貌的 是吧 比如说打赤膊的 是吧 什么那个 那个 不符合那个规定的 圈属 习裙 不顺于常者 说那个 对 各种 命令和规定 不不遵从的 屡有事见之 服无时 这个 开门的这些人看到了 可以随时 向李卫 汇报 是吧 这个所谓 服 就是汇报 以服于李卫 就是向李卫 汇报 是吧 那么他可以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可以随时汇报 总而言之 从汉代 我们看到的 关于乡旅制度的 这些描述 我们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 汉代的乡村社会景观 人们谈的比较多的 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 五口百姆之家 这里讲的是一个 独立的家庭经济 这个 秦汉时代 有很多人都谈这个事 但是同时 也有很多人谈 屡里十五之志 这个屡里十五之志 听起来 就像一个军营 就像一个农场 是吧 甚至有人说 像个劳改营 是吧 那么这两种东西 怎么才能统一起来 我觉得现实生活 很可能是 介于这两者之间 西汉的经济 西汉的社会 毫无疑问 它的基本单元 还是家庭 而且这指的是 小家庭 因为大家知道 法家制度 是不允许大家庭的 是吧 明有二男 不分义者 被其父 实际上很多迹象表示 不仅秦有这个规定 汉也有这种 大致类似的规定 是吧 包括不许足居 是吧 等等 那么 秦汉时代 是实行小家庭制度的 这可以说是中国 两三千年以来 不变的一个现象 是吧 有人老认为 古代的家庭 都是几代同堂的 那是一些政府表彰的 一些那种 非常少见的案例 一般来讲 都是小家庭 但是小家庭 是不是就是 无口之家 是不是一定有百亩土地 当然不一定 未必百亩 但是秦汉时代 有所谓的 民田宅的制度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 都有他 名下的土地 这个土地 如果按照当时的 观念 是国家分给他们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所谓国家 分给他们 很可能是那种 也不知道哪一代的 事 是吧 很可能就是一种 说法而已 但是 大部分的人 都是有土地的 是吧 当然不一定是一百亩 这些人也不一定 这些家庭也不一定 都是无口 但是 一般来讲都是小家庭 但是 现实生活中的制度 我觉得肯定 没有那么严格 是吧 因为也没有必要 这就像所谓的 那个什么五家 十家为五 这个说法 也不一定那么严格的 按照十进制 五进制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 那就是这反映了 汉代的朝廷 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还是比较严密的 是吧 我们以前经常有一种 说法 最近这个说法 更流行 说我们传统的 这个政治制度 是非常之宽松的 是吧 叫做什么 国家之管道县城 县城以外 就是自治的乡村 是吧 所谓的国权不下县 县下皆宗族 是吧 宗族皆自治 是吧 这个说法 我觉得 晚清到民国 也许有这种现象 但是在秦汉时代 应该说 从我们看到的这些材料看 其实这个 汉朝对这个基层社会的 这个管理 还是相当严密 尽管平时 未必就是专出入的 是吧 也未必要点名 但是可以肯定 当时朝廷如果需要 是可以对 这个旅立十五中的居民 进行调遣的 是吧 按照商鞅变法的说法 当时的人都 为户籍相舞 四境之内 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住 死者穴 是吧 说当时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户口制度 所有的人 包括 那个 不分男女 都有严格的户籍 你出生了 就登陆 死了 就删除 这个做法就是 他的目的是 此名 无得善息 你不能随便搬家 行间无所逃 迁徙无所入 奔亡者无所逆 迁徙者无所容 是吧 就是你不能自由迁徙 那么 如果非经官方同意 你不能迁徙 但是官方如果要你迁徙 你也不能不迁 是吧 当两汉时期啊 国家不断的搞大规模移民 是吧 大家知道 不管是秦还是汉 都曾经从关东 大量的移民观中 又从关中移民西北 像河西四郡 是吧 像北方的五元 是吧 硕方 是吧 像这些地方 河套地区 河西走廊地区 是吧 都曾经有过大量的移民 从汉代的历史看 移民当时对民间啊 是一个相当恐怖的事 东汉末的王福 曾经讲过 当时的强迫移民 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啊 国家不让你移 你如果移 那你就要受到惩罚 国家让你移 你不移 也要受到惩罚 是吧 也就是说 你是不能自由迁徙的 当然也不得拒绝迁徙 王福 东汉的王福曾经有一段话 说 民自于习 胜于伏法 说这个强迫前夕 对老百姓来讲啊 是很大的灾难 甚至比抓住杀头 还要可怕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是 伏法不过家一人十二 是吧 说伏法 你不过就是一个人被杀了头 传家 还不至于 完蛋 但是 他说迁徙就不一样了 他说啊 迁徙的结果是 诸 王石败货 夺土 远移 不惜风俗 不变水土 类多灭门 少能还者 是吧 迁到一个新地方 很多人 都陷于 很糟糕的处境 是吧 很少人 能够生还 是吧 移民的死亡率 相当高 因此当时的老百姓呢 对这种强迫前夕是 非常恐怖的 是吧 每当朝廷下令签名的时候 是吧 就要 自遣立兵 发明 活家 发策 故事 以其隐蔽 破其生业 强决 驱略 就是派领一帮 那个 那个 拆迁队 是吧 把你的庄家都拔了 把你的房子都拼了 是吧 然后把你 赶走 是吧 而且是强行 压解出去 是吧 那个王福说 万民怨痛 七学教号 成仇鬼神 而感天心 那么秦汉时代的社会啊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社会 这个社会 绝大部分居民点 至少是合法的居民点 都是在围墙之中 是吧 那么乡村是这样 城里是怎么样呢 是吧 我们知道秦汉时代的城啊 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工城 这个所谓工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城里头 居住的 大量的 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城市的 主要面积 城墙里头的主要面积 也并不是民居 如果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那个时候的城 包括像长安这样的首都 在某种意义上 相当于明清以来的 紫禁城 是吧 就是这个城呢 它基本上都是宫殿 我们看到现在的汉长安 是吧 它的 大概百分之 八十以上的面积 都是宫殿区 是吧 包括长乐宫 魏阳宫 贵宫 北宫 明光宫 等等 除了这些宫殿以外 其余的地方 有一大片的还是 政府的办公区 也就是所谓的 官署区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要么就是宫殿 要么就是 机关大院 这个居民站的地方 很少 是吧 汉长安呢 据说有九市 有九个市场 这个 应该说 这个交易还是比较活跃的 但是汉长安的九市 到底在什么地方 一直是一个后人研究的一个 一个迷惑 迷惑的地方 因为汉长安本来就不大 是吧 我们现在考古发掘 也知道 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宫殿 那么这个市场在哪里 这个所谓的九市 在哪里 就成了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认为啊 汉长安的九市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城墙外面 是吧 那么汉长安的一些居民 尤其是老百姓 往往也居住在城外 这一点呢 一直到明清 都有这种现象 官乡往往是 很热闹的地方 甚至比城内还要热闹的地方 其实后来的汉洛阳 朝魏的业度 也有这个特征 但是这个时候的商业 从一般的一些人的著作看 似乎比隋唐长安都还要更活跃 是吧 市场也比隋唐的长安更多 是吧 有人说 这些活动主要是在城外进行的 当时啊 无论是 我们知道一直到隋唐啊 这个格局一直是保留的 是吧 中国的城市在隋唐以前 它的景观和宋里后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是吧 隋唐以前的城市 在秦汉 城市里头基本是宫殿 在隋唐两代 城市里头有了比较多的居民区 但是那个居民区 和旅里十五之治 类似 也是有围墙的 总体来讲 这个一直到隋唐 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城里头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拥有高墙的 大院子 是吧 叫做礼或者叫做坊 是吧 而且当时的老百姓是不能够 把房屋建在临街的地方的 是吧 必须建在 房内 是吧 因此当时的城市啊 那个景观和现在 不要说和现在了 和宋代 很不一样 是吧 你进了城 你会看到笔直的马路 马路两边 基本上都是坊墙 是吧 看不到居民的这个建筑和门 你要走很远很远才看到有一个坊门 是吧 基本上两边都是墙 是吧 而且这个坊门还是早上九点十点打开 下午四点五点就关上 是吧 如果在他没有打开的时候 或者在关上了以后 大街上就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 是吧 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到了 那么在秦汉时代 当然这种状态就更突出 那个时代 城市里头连居民所居住的房都比较少 这个政府 平时实行比较严格的管制政策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所谓的八月算民之志 什么叫算民 算民就是检查户口 核对 核对户口 是吧 按照当时的规定 一家民 一家老百姓 要交纳人头税 这个人头税 是一个会计单位 所以叫做一算 是吧 老百姓交的那个东西叫做算负 实际上就是户口税 那么所谓算民就是检查户口 具体的检查过程叫做按笔 是吧 也就是把这个户口摊开在桌子上 然后 把所有的居民都叫来足够的核对 是吧 核对了以后记载 登记下来就是所谓的民宿 是吧 所以当时如果形容一场大乱以后 是吧 这个老百姓流算 在汉代的史记中就叫做 佛游无极 不输民宿 是吧 就是他的这个 在户口上没有登记 就是黑人黑户盲流 那么每年造成户籍以后 要送交 层层上交 一直送到中央 是吧 中央把这些户籍都集中起来 这个过程叫做上纪 这个二十四孝中就有一个将格 是被称为将聚孝 那么这个将聚孝具体的孝顺 是怎么表现的 是吧 就是说他在八月算民的时候 是吧 汉代的规定是 每年到八月 传一个县的老百姓 不分老幼 是吧 都必须跑到县城去 由县政府 点名 核对 户籍 是吧 每一家人都要跑到县里 是吧 然后这个县里头 那个有关的管理 就拿着户口 再核对 是吧 张三在不在 李氏在不在 张三死了 就要削掉 是吧 李氏出生了 还没有报 那就要登录 是吧 每年八月有这么一个 固定不变的手续 而且这个手续 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史料看 其实是相当扰民的 因为他是要求 所有的老百姓都必须到县里头来 不是县里头派人下去 呃 调查 是吧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将聚效 据说这个人呢 对母亲很好 那么八月算民 这个母亲要呃 呃 年纪很大了 但是还要跑到县里头去 呃 接受 接受这个 呃 这个核对 是吧 呃 于是啊 这个江 江格啊 呃 他害怕用牛拉车 啊 呃 这个牛 呃 不同人意 是吧 会比较颠簸 啊 所以这个 呃 这个 书上记载说 这个江聚效啊 每次八月算民 他都不用牛马拉车 而是他自己拉着母亲坐的车 是吧 呃 到县里头去 是吧 呃 当然他就 那意思就是说他会很体贴 是吧 呃 会有意识地避开那些坑坑洼洼 啊 让他母亲尽量的少受颠簸 是吧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少吃些苦头 是吧 如果用牛马 呃 那可能就 呃 他母亲就会 就会被颠簸的比较厉害 是吧 呃 因此这个所谓江聚效 啊 呃 他就是 啊 这个故事本身就表明 当时的八月算民是非常比较严格的 而且 是那些老弱病残 啊 你都得去 啊 那么汉代还有 那么汉代还有现在还保留下来一块碑 这是古城县令张迁留下的碑 大家知道张迁碑很有名 有名是有名在书法上 张迁碑被认为是汉历第一碑 就是我们现在保留下一个碑就是我们现在保留的历书的书法碑帖中最有名的一个碑 其中有一项就是说这个张迁啊 八月算民不凡于乡 谁就虚落 程序高年 说张迁这个 这个县长的确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 他采取了一项改革 就是八月算民的时候 不是让老百姓到县城 而是他自己率领县里头的干部 到乡下去清点户口 说是八月算民不凡于乡 不让老百姓进城 而是谁就虚落 他自己带领一帮人到乡下去检查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程序高年 就是不让这些老年人走得太辛苦 那么这句话也表明 八月算民当时是还是比较认真的 大部分情况下是老百姓必须到县里来 但是碰到像张迁这样的人民的好干部 那么他们就会主动下想 但是这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善政 必须在墓碑上 碑壳上要大家赞颂了 那么按照汉书史获志的说法 国家对老百姓 这个管理要比较严格 国家必须塞人之痒 爱其力图 就是每个人干什么事 必须要国家有所管制 不能让这些人唯利是图 所谓爱其力图就是对这些人的牟利行为 要基于管理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这种制度实现 欲之在君 夺之在君 贫之在君 负之在君 皇上要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你的东西都是皇上给的 皇上如果想不给 他就可以拿走 皇上要你穷 你就穷 皇上要你富 你就富 贫之在君 负之在君 所以皇上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人之宰上如日月 亲君若父母 这是讲的汉代的社会管理 所以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